這事太慘了 蟹寶搜尿了 今天說大家歡迎的海鮮寶寶在超市登場了 蟹老闆 蟹寶沒有搜尿了 是染了色 美麗蟹寶 六種美麗蟹寶日君挑選 週一至週五下午五點半 海鮮寶寶就在超市 紅酒配豬肝 究竟能不能這樣搭 豬肝我們女生都會吃啊 然後紅酒也補血 你看 血在我們家裡 紅酒裡面的丹寶酸 還有咖啡 茶 都影響到我們豬肝裡面鐵質的吸收 還有我們的汽水 明天晚上八點 群女跟我家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而且除了韓國冰之外 好像也會為了開車的事情 對 他以前都沒車喔 我女兒嫁給他 我要借他一台Marchi的 讓他開喔 然後他開一家 最近換新車 然後那天他在忙叫我帶他老婆出去 我就開開開 開了回來喔 有沒有逛好遠就去錄影回來 他就隔天馬上跟我講 茶母娘 你是不是手剎車沒放 我在開怎麼開開開開 我說有嗎 我19歲就開車 現在50歲了 奇怪 我又跑到地下去看 那看看沒有怎麼樣啊 然後他連續跟我講三天 我說那你去讓人家看 結果咧 結果咧 結果自己說了 他自己說了 那真的有問題喔 沒有 然後我就 是不是他把我開壞了 我就這樣問他 我就這樣問他 然後他一直說他都沒有 我說你是忘記放手剎車 因為 上了年紀都會忘記放手剎車 他又不承認 他說他都有放啊 我就說那為什麼底盤會一直咧 我知道一轉彎就咧 兩個就吵 我就好 我就開回去原廠 開回去原廠修 然後說 黃先生你不要急 我幫你檢查一下底盤 結果很快 他速度真的快到我無法想像 他五分鐘就跑來跟我說 黃先生你是不是會在 車裡面喝水 他說對啊 那你要喝水的話 你要買礦泉水可以 你不要買原的 然後喝完記得帶下車 不要放在椅桌下面 因為你轉彎的時候 他滾來滾去就會 很爛喔 很爛喔 轉彎的時候就 然後你就去罵 你就去罵你丈母娘 對啦 他就罵我太熱了 我一直以為他弄壞了 你不要誇張 你應該自己把車線拿去 給人家看就好 還有還有 然後我 這次行就過了 第二次我又開 我又開車 因為我比較小嘛 我要刷椅子 那個 後座的右邊 結果 他習慣做完之後 過了一陣子 我就覺得奇怪 後座那邊怎麼 我開的時候都會有 發出奇怪聲音 是不是 他太胖椅子被坐壞了 我到現在的反應是 椅子被他坐壞了 然後一直發出 又回來誤我 對啊 後來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超爛的 那個卡榫沒有弄好 又回原廠了 我這個意思好像被我騎媽說 因為現在保護幫我看一下 因為我那個椅子是可以往前搬 然後變成可以放東西 那個有一個拉環 被王太后拉起來 所以沒有卡榫 要講我 你看 洪特哥你都不會自己看你的車子 你知道嗎 沒有因為都是 他在弄我以為是 我這個不開了 我就好啦那沒事 我就坐後座喔 欸人家啊我坐後座也有事情耶 對啊 他說我關門太大聲了 蹦一下 他說他們家的車 要小力會彈回來 你們看過車子會彈回去的嗎 我就關起來說 10母娘你關太大了 我的車會破掉 真的喔 每次都這樣講 我其實都超爽的 我都坐下去 他負責 他負責開車 企其負責幫我開門 開關門喔 而且他喜歡甩門 哇現在很好了耶 喂高檔耶 對啊 幫你開車門 開車門 人家跟你開門 你上車 幫你停下車 對啊 我的觀眾朋友 一個歐巴桑 把你的新車也這樣 砰砰砰 有沒有開心嗎 你只是跟他說 可不可以小力一點 他就生氣了 但是我覺得 就算這樣醜醜 其實感情是很好啊 意見可以直接表達 對 要不然有些人是悶在心裡 那個爆發就真的是 我們就差沒有動手而已 相較之下我們問一下鳳梅姐 鳳梅姐是真的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好像結婚之後 你對群峰的評價是越來越高 因為經過了一些事情對不對 對 最主要是 我女兒懷第一胎 她不婦產嘛 那生了小孩 在開刀嘛 那大家都很開心啊 都在等嬰兒出來啊 嬰兒出來大家一定抱嬰兒對不對 然後看了一看嬰兒去育嬰室 大家就全部都跑到育嬰室去看小朋友 就媽的一定擔心 在手術室裡面那個女兒還沒出來 沒錯 我就站在門口等 她也站在我旁邊 她沒有去看她兒子 就站在我旁邊陪我等 看到她老婆推出來 我就很感動 嗯 我覺得這樣這個老公就可以了 嗯 最起碼你有關心到你老婆 是 不會說只在意 你的小孩 對 就這些細節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一個人 其實很多事情我不會去說 但是我會去用做的 這倒是真的 但你現在要說是不是 我現在 其實鳳凰兒的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是鳳凰姐到一直希望她改了對不對 對 喝酒 嗯 聽說有喝到前幾天都還有就是 是需要你出馬的 哈哈哈哈 那一天就是 我先說 那一天就起床的時候 我原本就說 你全身怎麼不會痠痛 我想說 我睡在床 床上怎麼會痠痛 她說你不知道 昨天睡在花園嗎 我們家住大樓 我喝醉了 我直接在管理室的旁邊 在那個花園直接睡著 那是水泥地那些 對 她說 我說我怎麼會睡在那邊 她說不知道 就管理室打電話上去 叫我原本下來把我扛上去 她說 這個好像是你家的冷 你可以把它拿回去嗎 對 然後我就 我原本就下去說 還看到我在那邊被痠 不是 有蚊子在咬她 對 因為我還有資訊 她在拍臉拍腳 拍臉這樣子 但還是醉的 醉很醉 還一直醉 我就覺得 她那段時間她說她失憶了 我失憶 隔天起來完全不知道 我想說我睡在房間 為什麼會全身症痛 好好的啊 就覺得真的看 真的有一些抓的痕跡 對 那鳳梅姐為什麼 不希望群峰繼續喝酒 我是跟她講 我說妳今天還好 是睡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自己家的花園 對 對不對 警衛還認識妳 說知道是我們家的人 因為警衛跟我喝過 要是人 警衛媽媽要是我 就讓她睡到早上 起來變那個釋迦摩靈佛 以後妳不看 其實已經是天亮了 是啊 對 已經是天亮了 天微亮了 五點多嘛 嗯 我說今天妳如果是喝醉了 妳睡在馬路上 多危險啊 妳發生事情 難過的是我們 對 因為會劫財又劫色 所以沒看鳳梅姐都背對她 不想看到她 對著我們有沒有 這邊比較舒爽 其實我們家的 我們社區的警衛還蠻OK的 她看到她躺在那個 花園上面 手機就丟在上面 什麼東西都丟在上面 她就幫她把手機撿起來 然後告訴我們前門後門 告訴我們後門的警衛說 妳坐在那邊看著她 手機不要給人家拿走 不要讓人家來動她身體 她怕人家去搶她的東西 人家多渴望我的身體 怕人家搶你東西啦 她平常在家裡 也這麼不震驚嗎 沒有 她只有上電視才有這麼不震驚嗎 因為在家裡 因為在家裡沒有通告費 不是我們是付錢來看你不震驚 所以她平常私底下是個很震驚 很端正的好青年喔 天哪 我真的好難想像喔 她不會甜言蜜語 她不苟言笑 嗯 偶爾會跟你 你跟她 你問她一句話 她會回你一句話 她也不多話 但是喝醉的時候跟你會聊 對 喝醉的時候話很多 會聊些什麼 現在喝醉的時候 我都跑進去我房間 我都不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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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讓她老婆去照顧她 她老婆照顧她 她老婆照顧她是應該 可是你不想趁機 跟你的女婿談談心啊 喝醉的時候 你跟她講正恩話 她都會忘記 有這麼醉喔 不是 我雖然不喝酒啦 但是我知道 你跟喝酒的人聊天 講的事情 她酒醒了 睡著了 醒了 她忘了 她忘了 而且 常常一些話都是重複的 是小郭師傅嗎 對 就會喝你的 小郭師傅也是會常常 喝一杯這樣子 沒有 爸爸會啦 小郭師傅比較少 因為滿難喝醉 所以我知道 喝酒的人講的話都是 會重複 那可以拿錄音帶來放 大概講 講的都那些事 爸爸 她喝醉的糗事是一箱 今天不是聊這個 對 可是像那個群峰 會為了討好丈母娘 或者是說 為了進入他們的家庭 所以特別學 不要學一些新的技巧 或者 是啊 因為那時候 剛剛跟他們認識的時候 就是 一陣子的時候 完全不會打麻將 打麻將 對 就是我去那打麻將 剛開始 我覺得進到她家好像是賭場 沒有那麼可怕 對 就兩桌而已算嘛 哪有 那時候我們是 在家裡 我們都不太會打麻將 那我們就常常去 就會在那邊書籤 但是我岳母是對我真的 反正會 不辭辛勞的教我打牌 跟我老婆兩個 教我一直打牌 後來我就 變成排金了 我現在排金越來越 琴媽沒有跟我打過 算你幸運 因為琴媽都來我比較打牌 真的嗎 真的啊 她有去 她有去 對 因為我都沒有在桌上 我在照顧小孩子 都是我岳母輸的 我岳母都輸 有輸嗎 小輸 小輸 對啊 可是好像群蜂是那種 就是很大方的女婿 就比方說 會博取 姜母良好感 盡掏錢賄賂 他有打分數的話 就不可以幫他打 我最高興看他 泡牛奶 泡料 泡牛奶 泡牛奶 全都來了 真的不錯 這集又太帥了 究竟這些女婿們 在小五娘的心目中 得到了怎麼樣的分數呢 下段節目告訴你哦